都可以把它放到VBA里面让你执行 那只是说上面的功能可能你点一下就执行一次 点一下就执行一次 可是VBA里面你可以去做什么呢 重复 比如说你希望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直到什么状况发生就停下来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重复性的控制 或甚至你可以设定时间 比如说什么时间 哪一个时间 每天的某一段某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出现的时候呢 那他去做什么事 其实这些都可以控制得了 OK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有个Home点Show 所以你就把那个Show打上 而且它有个好处就是 它会自己秀出来 所以你一般就打大概两个字 然后再按空白键就可以了 所以点之后有没有 会有个清单 那你就用选的按空白键就可以了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程序 名称叫表单 那这个表单要对应到这个表单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嘛 这个怎么做出来 这个应该还有印象吗 你就是在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一个这个表单 然后把它拉一下 OK 然后这边对应到一个表单 按一个确定 不过你还要再打启动表单 这四个字 所以我之前会跟各位讲说 你如果再点的时候 顺便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的主要用途 就是说你等一下贴会比较好贴的 不然你还要再打四个字 启动表单会比较浪费时间 当然将来最好是我觉得 这个VBA里面的环境 最好你做好之后 它自动帮你把名称放上去会更好了 不过它现在是没有 所以你必须要复制 那把它按下去 它就启动起来了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那另外呢 顺便讲一下 因为我想应该有些同学 上个礼拜的档案 如果没存到的话 像这个Home 你是不存在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讲过嘛 假设我把它移除 移除要不要汇出 先否好了 那你现在当然没有 比如说你通通都没有任何的表单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手边没有 我讲过啦 你可以到云端上面 其实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表单汇出 那汇出会有两个档 如果将来你要给别人 那个表单的话 比如它的电脑里面没有那个表单 那你可以汇出之后放到云端上 让它下载 比如说这两个下载下来之后 有没有 记得是有一个是 Home.frm 一个是frx 那这两个档 因为我下载下来 是放在这个下载的这边 那我就把这个路径 把它复制起来好了 那等一下我就直接 做汇入动作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里面 没有这个表单的话 也没关系啦 你就从云端上面 那个程式码 那个资料夹里面 会有两个档 你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再按右键 把它什么汇入 找到那个下载的位置 下载的位置 我直接用贴上好了 因为刚好把那个连结贴上 就这个路径开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显示出来 不过呢 它显示只会显示一个 但是你下载下载两个 不过不用担心啦 反正反正它显示 就这个就对 它会附带一个另外一个frx 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两个都下载 因为之前有同学 只下载一个 就会发生错误 那我把它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呢 Home就出来了 而且你把它点两下 它也一样会跟我的 是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以后 如果你们可能一个team 或者一个公司的里面 可能很多人 共用一个表单的话 那也许你就 一个人做完之后 再share 就分享给别人 它也会有一个表单出现的 OK好 这里的话呢 那当然它一定叫Home 一样也可以什么 去做那个显示的动作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一样可以再切回到那个 如果你已经有把它下载的话 那这样子按启动表单 它一样会有Home出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如果你上个礼拜 那个表单 有存档 那你就接着做 但如果说你上礼拜 那个表单 没有存到档 没关系啦 你就把那个 范例党里面那个档 先把它打开之后 然后再做那个费入 你就从那个云端 记得找得到云端 那个位置就可以了 云端白板上面的那个 那个叫 那个位置里面 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 函数练习嘛 函数练习里面的那个 文字与资料函数 会有个程式嘛 那里面就会有 两个那个档案 当然你就可以 试着做那个 贿赂 贿赂的动作 那将来如果说 你要把你的表单 给别人用的话 你就做那个贿赂 再加一个贿出就可以了 你把它贿出 然后再丢到哪里呢 比如email给他也可以啦 或者是说 像我的习惯 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那别人也可以下载 就可以直接他的电脑里面 本来没有这个表单 也可以让你显示出来